今天是侯友宜自己可以拉到潛率的票 不代表他指定的接班人可以拿到潛率的票 那差很多啊 接班人要先解決 第二個就是黨跟他的關係 如果他跟黨說不好意思我不要選新聞市長 黨能不能接受 如果他跟黨硬幹的來 那也不好嘛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有幾個問題要克服 所以現在我認為他爭取連任的機會會比較高 可是爭取的話就跟總統可能就稍微遠一點 所以現在對他來說是一個很為難 就是要抉擇的時候 所以我一首歌 我們要點歌 讓葉原汁唱給侯友宜聽 所以我有一首歌獻給他 好 歌名叫侯友宜難 但是應該是左右都可以 一邊是總統 一邊是心悲 左右都做事為難了自己 是為心悲想罷 還為台灣想罷 愛與雖然已不可置罷 裝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對 非常好 非常好 獻給侯友宜之歌 左邊是總統 右邊是連任 新北 怎麼辦呢 可是剛剛其實原汁也有提到一個點 就是說 那侯友宜跟黨之間的那個關係 是要選擇能不能溝通 還是說我直接按照我自己心理的想法跟黨硬幹 說這個的確在國民黨內 恐怕也會有一波的討論 因為國民黨內的確有一群人對於侯友宜 長期以來怎麼都跟黨保持這麼遠的距離 不是那麼的開心 所以我們不急著布局是滿意度要顧好 因為其實執政黨中央跟地方執政其實 其實大家看起來好像執政有優勢 這個執政優勢對選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 還是說你做得好 領選好比較重要 所以如果你提早布局 你讓你滿意度掛掉 像去年底還有公投 你一行每行都你就都不用選了 尤其是北台灣我們並沒有政黨優勢的時候 所以桃園我一直認為 我是有可能被徵召參選的候選人 這我知道 但是我的責任是把滿意度顧好 而不是說提前衝出去 大家像屏東一樣黨內講到不能不聽 但是國民黨我就覺得他們可惜了 他們怎麼講都是地方型的 他們並沒有像鄭文燦一樣 或像當年的朱立倫一樣 或像鄭運鵬一樣 不是我不敢 當事人 過年時間自己也不能相報 就是說國民黨你去看 當年朱立倫為什麼桃園選完 還去新北後來做副院長 現在當黨主席 是因為他讓那時候的桃園 其實桃園縣看起來像是一個 比較全國能見度的都會 但是國民黨你去看他們這幾位 不是新人就是很地方型的 出了選區人家也不一定熟悉他 這是很可惜的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絕大多數的 縣市首長都是選連任 而且滿意度都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大方向不會差太多 少數幾個可能遇到亂流 林之廟嘛 剛剛講林之廟 宜蘭啊 台中盧秀燕 台中因為是 類似那種搖擺州 美國那種搖擺州 對不對 盧秀燕可以贏林佳龍20萬票 林佳龍上次贏胡志強也是 也是十幾20萬票 所以他這個搖擺得很厲害 還有雲林 雲林以前也都是綠的執政比較多 這幾個縣市如果可以穩住 再拿下台北跟桃園 那新竹市我們也有機會啊 基隆我們也有機會啊 基隆我們也有機會啊 所以16加2 我 你們20了喔 這樣算加一加20了喔 我說有機會啦 有機會 對 要任去獨島文傳會的 找什麼王玉銘 有機會 趕快唱歌 所以有機會 所以呢 要認真 認真才是重點 認真就可以讓未來不是夢 所以為大家帶來這首 我的未來不是夢 這是要送給朱立倫的 我原始講 自己的未來不是夢 都可以 國民黨外不送 我知道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敵過每一分鐘 好的 和切歌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跟著希望在動 朱立倫加油 好的 我們今天可以證實 原知不但是侯系人馬 然後他也是豬系人馬 所以呢 接下來他下一個階段 他就要證明 他到底是不是韓系人馬 我說真的 我沒辦法猜韓國瑜 因為我以前有些朋友 是跟韓國瑜很熟 所以像2019年那一次 我是篤定韓國瑜會選 因為我朋友去看韓國瑜的時候 在那一年的農曆年前吧 韓國瑜跟他講一句話 政治人物的保鮮期很短 那一句話我就知道說韓國瑜動念 所以要趁新鮮趕快選 就是趁他的新鮮 那時候才剛 擔任高中市市長才兩個月 所以我才會跟那時候 包括王建平和王院長身邊的人 我都跟他講說 韓國瑜已經有想法了 可是王院長那邊不相信 好 可是這一次的韓國瑜 沒辦法拆 因為抓不準他到底要幹嘛 可是你可以知道說 他一出來 隨便一個動作 就聚集了一堆人 對 所以只要韓先生不出 不出門 才有他們的空間 對 就來了 那因為剛才袁茲 已經唱了一條左右為難 給了侯友宜 對 那是侯友宜真實的麻煩 就是說 11月26號投完票 12月25號宣示就職 三個月內就要宣布 宣布選總統嗎 可是如果你想選 你不宣布也不行 所以 你如果侯友宜不選 趙少康的機會當然就看到了 因為趙少康一定比朱立倫強 你現在就看到是 趙少康在領導國民黨 對 那以國民黨的黨員結構來講 他65歲以上的 佔了60%以上 支持趙少康我覺得很合理 那只剩下一個問題 就是趙少康可以代表 國民黨的黨員 特質 可是他有沒有辦法 說服台灣過半選民 這個是個很大的問號 原資擔任過韓國瑜的發言人 快點點一首歌給韓國瑜 那 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韓國瑜 親喉嚨 我覺得韓國瑜這樣 就是說 他其實私底下是一個很暖的人 就是說我們之前跟他相處 跟他相聚都非常愉快 然後他也是很關心弱勢 所以他現在我覺得不急著就是 一定要對政治有什麼表示 但是他可以 他不急著表態 他可以強化他的這些優點 例如說這個關懷弱勢 所以他做公益 比如說他可以發揮他 很暖的這種感覺 就是想選才需要這些累積 我都不選了 我幹嘛做這麼累 但是他總是要找點事情做 用這種方式累積能量 我覺得不錯 只要不講政治 就不會讓大家一直很討厭他 因為他之前是因為選總統 所以有點仇恨值 但是他就不要做那些事情 你就OK 然後能量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水到渠成 因為韓國瑜他是 我覺得他自己也講過 他是有神論 就是蠻相信就是有天注定的 所以我就帶來一首天意 你唱之前會不會 劉德 我心美劉德華 我會不會先打個岔 因為你要上天意之前 那我要重講一遍 沒有沒有 你上天意之前我想跟韓 因為大過年的 我還是要跟韓國瑜講一句話 做公益非常好 可是做公益不要拿來宣傳自己 因為他的臉書做了 介紹了非常多需要幫助的團體 我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就是說很多弱勢團體 罕見疾病的人 他需要的是實質的幫助 而不是幫他們做知名度 這兩個是有差距的 就是說做公益絕對是好事 我由衷的希望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不是在做知名度 是給他們有實質的幫助 了解 所以韓國瑜會不會做公益 做到最後期之後 累積到自己身上 希望他把對公益的情跟愛 化為更大的能量 如果說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命運 誰也逃不離 真的是新北劉德華耶 母親我愛此生又何必 好像喔 你真的好像劉德華 趕橋劉德華 對就是長得比較不像 但歌聲蠻像 長得像吳彥祖 所以是新北吳彥祖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好幾句